航班延误了7个小时 下午了 今天真够折腾的 这么多人等着出关 现在是9点40 正常情况下 航班应该是下午2点半到3点降落 还好7个半小时 飞机速度还算给力 今天回到家估计得半夜了 俄罗斯海关还算快 更多人排了半个小时 准备提行李 看到我的箱子 刚才从B航站楼 一楼出来上到电梯 先是C航站楼 继续坐1195回石区 因为1195它始发是从B 在C虽然它停 但是上了车之后 它还要让你下车 今天航班延误的主要原因 因此据说是因为一条狗 从货舱里面跑了 然后为了逮这只狗 把所有的行李全部搬出来 搬下来之后 然后又重新装上去 所以折腾了两个多小时 本身航班就比之前也延误了 差不多三个多小时 四个小时 总体上晚了七个小时 从扶梯下来 正对着扶梯的口出 去往右拐 就1195的车站